感謝我們廉江藍院的同事長 帶著他們的團隊來我們舉辦 特別為了我們交通的問題做一個改善 所以說請你們帶回各位業者 就盡量提出我們最近發生的 或是未來需要改進的地方 跟我們這邊提出 保護的意見 請你們參考 因為前陣子的外國 剛好我們阿編議員 也為這個舉辦地區有關於民主業者 這個程序定位的問題 所以縣長跟議長也特別交代我們 一定要盡快安排時間 來跟各位來做一些座談 看各位有什麼需求 需要做一些什麼改善的部分 我希望可以利用今天 大家把意見提出來 然後我們會這樣去研究 盡量讓大家都可以在這個區塊 也便利一點 先說一下最近發生一些現象 跟我們認知的有什麼樣的落差 因為去年我們經過一個協議 例如說用我們遊客 用我們什麼航客、散客、居民的分類 但是到碼頭的時候 我們發現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跟我們認知差異很大 給一般的遊客的一個印象非常差 我們知道 那個交通資源是我們經濟 就局官了 最主要經濟活動的一個密脈 就是靠交通的 當然我們民宿業 我們這邊居民也要靠這些遊客進來 我們一般的人才有活絡 我們也感謝現在我們也在這方面的話 各地代表香港都在幫忙 但是這些存在的現象 不必要做一個解決 有個最擔心的就是不確定性 沒有確定性 我啦 我到底能不能回去 他可以 這個照整個認知差 非常大的落差 我們必須跟有個講 你們要做哪一個人才是我們去的男朋友 但是到碼頭不是這個回事的時候 他看在美國他覺得 很多人就到現場拿了一大堆的票就走了 他不行 他說我兩點鐘那飛 兩點鐘那飛 我要做是今天正常 假如說今天不能做也沒關係 他找幫我找幫也可以去做啊 我有選擇 他在沒有選擇選啊 我們以前四大數做二 譬如說三可以多少 沒有關係嗎 應該說沒有問題 結果我們實際移民 我這邊建議這是一個現象 當然在現場我想配合這一塊 像住民優先的那一部分都做了活過了 我們就非常感謝 但是這個對遊客這一方面 我們有提升我們的服務 一個物價很重要 對照他來這邊就是說有一個 但是一個要保障一點就是說 把客人帶到這邊來 一定要能夠把他帶回去 這是我們的責任 如果來局官呢 我們對客戶的承諾 這個我想應該要做到這一點 因為什麼方法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 當然有經濟效益的問題對不對 有認知上的差異問題 但是我們要保障他能夠回到南岡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最基本 這以上我個人的一種看法 最近發生的現象 有一個錯 一切所有的問題都改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有一個很正常的定位機制 所有的客人來終局 就是沒有安全感 回去也沒有安全感 所以說如果我們有一個正常的定位機制的話 那一切問題都能解決 今年第一次發生這個旅客制 是因為什麼 所有的票全都是團克的票 只有四個是賞賀的位置 那一艘那麼大的票 只有四個賞賀的位置 這原因出在哪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很正常的定位機制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正常的定位機制出來之後 我們貼在我們的這個購票中心 所有旅客他的那個機制 一目鳥 他就到了這個地方 早上我們在這個相公所這邊也有做一些討論 就是我們希望鄉親 你只要定位 甚至你像你剛剛講的 如果局官到南岡 你要去掐公 會成票可以先訂好 你前十分鐘回來打票 都OK 本身都沒有 叫他拿出來 你十年半再拿 我都曾經跟他打過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已經要求挑戰 要馬上改善了 他現在本子也拿出來了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鄉親也可以配合在半個小時 所以你剛剛也提到一般賞客的部分 為什麼賞客會在現場排隊 因為我們鄉親保留一票有五十張 有時候因為之前是留到十分鐘 你五十張票 你給他十分鐘之後 也確實現場秩序一定會比較亂一點 包括遊客賞客有三個五個他也不敢犯 因為我不確定鄉親報到幾個 我票給你了等一下鄉親沒來我一定被鄉親罵 當然首要其實我們鄉親的權益要去保障他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時間的部分 我們後續請查詐 第一個 鄉親只要有定位的部分 我們希望你在半個小時以前完成 如果你來不及過去 你電話先給他 你位置幫我留著 我可能最後十分鐘再到訣票 那個位置一定都會幫你留在那邊 好 我五十張票裡面 如果一般鄉親或是確定十個 那我半個小時就開始後補了 我現在賞客現場有四十個 四十個就通通補上去了 也不會有現場遊客在那邊排隊 滯留在那邊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我先跟您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近期之內 我們也會很密集點去要求產商 陸續去做一些改善 那如果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你們這邊還有發現什麼 你都會透過這個議員啊 鄉長代表這邊 如果沒有改善 你都會跟我們講 我們都會去現場看 早期我們一 就是說一天有上班床嘛 對不對 還記得嗎 早期客人最多的都是中午來校圍 中午來校圍 對不對 以前篩報那一班 後來那就是旅行社就開始協調 住宿的客人全部都第三班 就造成分流了嘛 後來第二班普遍客馬的機率就降低了 對不對 從去年開始分流住宿 你看現在住宿幾乎都是第三班來了 分流到第三班 那現在第一班的人數比較少 所以說現在我們幾乎所有的團克 全部都移到第一班去了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 現在這個團克 我們都不用在第二班全部都移到第一班 那現在第一班 第一班只要是怎麼樣 連續假期 連續假期或者是禮拜五到六 第一班也變客馬了 還是用這種氛圍 不讓人家來怎麼樣 定來回票的機制 第一班也變客馬 也就是說現在所有的人數 已經是三班旁關 已經沒有辦法複合了 是在四月五月六月 現在我們講的意思就是 四月中到七月中這三個月時間 就是這九十天啦 九十天是現在目前我們舉官 所以最晚的時候 最晚的時候 那現在我們為什麼會 我們一直在提議一個四點半加班的機制呢 為什麼會提議這樣 因為現在目前來的來客數 如果都讓他定位 如果都讓他定位 我跟你講呢 照開發講的 你們還是一團亂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某一班晚 你超過十人二十人 你不是還是要請問 就是說我們舉官是加班機制嗎 你只要讓任何人都定來回票 那我們是建議 閃客比照團客 他全部他只要能來到馬祖 能來到馬祖 他全部都可以買哪個票 都跟哪個賬買 就是直接在哪個賬買買哪個票 你只要這樣票一賣出去 我跟你講 就會造成 只要是連續假群跟五六日 幾乎你每一班 你可能都要加班 我講二十個 你可能中午跟下午 你都要加班 那與其這樣子 不如我們當初討論的 就是說在萬計的這九十天裡面 就是這九十天 每一天加一班四點半 現在就是說 在加班機制的狀況之下 四點半加班的話 就是全部開放什麼 全部開放給誰 所有的閃客跟住宿的 閃客跟住宿的 讓他全部定位 買來回 團體先不要 全部壓在最後那兩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提供機制 就是說 那什麼 一個月之前 因為團體 他來的這個地方以後 他的旅行社 還有權力 讓他 比如說 我今天是半日遊 早上在鬥南竿玩 或者是下午來聚光玩 他稍微還有一點點這個條件 那如果加班機制 已經形成了 已經四班了 那這些位置幾乎怎麼樣 都解除了 都解決了 都解決了 就是這90天 所以說我們現在 就是客人沒有來 每個人都冷心滑滑 閃客都跟我們講 他來馬祖四強五島 每一天都在碼頭等 每一天都在碼頭等 因為都民出來也在碼頭等 舉官出去也在碼頭等 北竿出來也在碼頭等 所以說我在馬祖旅遊 每一天都在碼頭等 這種狀況 那為什麼會在碼頭等 他就是在碼頭等馬票 每個位置都在碼頭等 那如果剛剛董事長講的 如果我們就跟我們現在 我們團客 我們市長在碼頭 團客啊 我們一到碼頭 如果我們已經訂來回票了 是不是我們票一組就拿走了 任何會有這麼多的爭議在那邊嗎 比如說我今天掃課有15個 20個 他已經在我們家住宿了 對不對 那如果他的票已經是 事先定位好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他的票 事先拿來 他就不用擠在那個地方 好像一定要 哇 11點賣票 或者11點賣票 他一定要停到10分鐘 然後在那邊排隊 等受票小檢來 那如果我們時間到現場 到現場 他這些票我們都拿走 我們就發給人家了 所以每個民宿進去 所以就把票拿走了 不管把團客的票拿走 不管把賞客的票拿走 那是不是那個現場 就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這個能在那邊排隊呢 我是想說這個建議 就是來回票全部賞客 不管方式行的 全部都比較什麼 比較團客的方式來 我們這個等於說 還有一點點時間 加班的部分 還有一點點時間來討論 如果確定了 我們再給你們 不管議員 鄉長 跟你們回覆一個結果 那現在我們先要求 產產地位的部分 先做改善 馬上改 那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馬上 馬上做 變修正 我們先把定位建置起來 至於加班的部分 我們回去研究 因為還有產產這邊的問題 基本上像剛剛鄭大哥講 其實 縣長跟議長也交代 基本上加班 他們都同 不是錢的問題 我認為他們都說沒有問題 你們就把他們去做 我覺得是廠商這邊問題 我們還回去跟公共加一個 那現在我們放心 縣長跟議長也交代 加班 只要合情合理 大家都不用擔心 錢的問題 政府都會處理 大家不用擔心 這是大家特別要講的 所以請 這個是我今天特意下來主要的目的 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 上次的問題 可以 要注意 在這邊 還有 配合 可以 有